1966年农历3月24 政言上人秉持为佛教为众生的心 在花莲成立慈祭功德会 每年这一天借由礼拜钥匙金 海外慈祭人在这一天也借由视讯连线同步共修 其中新山慈祭幼儿园的老师 也特地带着幼儿们参访敬思堂 孩子们表示生活应该更节省 节省下来的钱可以帮助苦难人 把豆干抹上盐巴 再把经过的豆干切小块 新山慈祭幼儿园的小朋友 在慈祭47周年这一天体验施工饭的滋味 为什么施工商人要吃钱钱的豆干 因为它有一点点钱 这样它把钱拿去哪里 它省下这些钱来做什么 就可能拿 那你要不要写施工商人 要 花莲禁思经社举办药师法会 除了新山慈祭堂视讯连线 同步虔诚礼拜之外 为在槟城的慈祭马来西亚分会 也是聚集了200人共修 那么今天是马来西亚成立20周年 刚好上人也是上人的书臣 我们就大家来拜药师经 每次听到佛经就会流泪的带冰荣 能够遇到慈祭周年庆很欢喜 觉得很开心啊 可以第一次来到此地进食堂 每次流不过 只是没有这个机会 流这个缘分来到此地 潮山共修药师经 慈祭吉打分会第四年 举行这样的活动 凌晨四点半开始 对于上班族来说 要专程早起还得接着去上班 不过心头的清安自在 比什么都来得舒服 身体很疲累的时候 只要我们的毅力坚持一下子 然后就会停不过去 佛堂内大家跟着字幕唱颂 阴控室的菩萨最怕的 就是网路讯号不稳定 不过佛号使人心安定 突如其来的变化也能如如不动 诚意方音 慈祭新加坡分会 还是顺利地跟上心灵故乡 花莲的共修 与台湾时差有一个半小时的缅甸 志工们凌晨四点半就来到了联络处 65位志工终于可以不受网路管制 盼到第一次和花莲视讯连线 回顾历史 上人在47周年这一天的志工早会 提到了缅甸五年来米铺满的爱循环 现场一位八岁的素雅蒂 在姑姑的分享下打消了购物的欲望 每一年慈祭的周年庆 除了慈祭之工的感恩 也有新发芽的圣种子 新的一年 美与善的希望 有看不尽的无量大 带新闻真善美之工综合报道